2020年一场大规模的发布会在伊拉克南部地区召开 这场发布会受到了很多外国媒体的注意 因为主讲人叫做梅苏特侯赛因 而他还有另一个特殊身份 那就是萨达姆的孙子 在新闻发布会上 梅苏特向媒体公开承认 自己就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唯一还在世的亲人 他向美国隔空喊话说 在过去的伊拉克战争中 美国对伊拉克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 他们摧毁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建设 将伊拉克的国家财富掠夺一空 甚至还践踏了伊拉克人民的尊严 审判萨达姆并且让萨达姆的尸骨流落一箱 这是任何一个伊拉克人都无法忍受的 因此美国必须对此事做出回应 美国必须归还萨达姆家族以及伊拉克人民的财产 并且让萨达姆一家的遗体回归故国 否则伊拉克人民将会与萨达姆的名字一起 同美国一直斗争下去 这则新闻发布会立刻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梅苏特则趁热打铁 将印有演讲全部内容的信件寄给了白宫 一时之间舆论甚嚣尘上 很多人并不相信萨达姆竟然还会有血脉留存至今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 为了斩草除根 美国方面花了大价钱 雇佣伊拉克当地人搜捕萨达姆的家人 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 以及萨达姆的几位孙子辈都被民兵武装 从藏匿地点揪了出来并且杀害 可以说整个萨达姆家族 除了提前逃到约旦去的女眷 几乎已经不复存在 为什么在这时突然蹦出了一个所谓萨达姆的孙子呢 而这个人在此前的伊拉克 似乎一点记载都不存在呢 于是很多人开始怀疑起了梅苏特的真实身份 可后来根据一系列的情报 人们终于确认梅苏特确实是萨达姆的孙子 只不过很有可能连萨达姆本人 都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一个孙子 梅苏特声称自己 回到伊拉克是受到了祖父的感召 准备拯救伊拉克人民于水火之中 那么梅苏特到底是何许人也 而他又能给伊拉克带来什么改变呢 这位所谓的梅苏特实际国籍并不是伊拉克 而是土耳其 这背后有一段非常曲折而有离奇的故事 梅苏特的父亲是萨达姆的二儿子乌带侯赛因 这位乌带在伊拉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只不过名声不算太好 乌带在伊拉克是有名的混世魔王 非常嗜血残忍 甚至因为几具口角就敢向亲叔叔拔枪射击 还打死过萨达姆的贴身侍卫 因此萨达姆对这个二儿子非常失望 但毫无疑问 乌带在伊拉克依然是顶级权贵 享受着种种特权 乌带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好色 他曾在巴格达郊区建立起一大片的宫殿群 这些宫殿群就是方便他进入藏郊 乌带喜欢从世界各地寻找美女来充实后宫 这些美女往往也能得到非常丰厚的赏赐 当时乌带为了网罗美女 经常在伊拉克举办所谓的选美大赛 吸引外国人前来参加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乌带认识了一个叫做托伦的土耳其女人 萨达姆的孙子卷土重来 声称要让美国付出代价 那么他将会为伊拉克带来什么呢 托伦到达伊拉克时 还只是一个高中生 当年他到伊拉克探亲 出于好奇参加了所谓的伊拉克选美大赛 托伦本来长得就天生力至 很快就被乌带相中 乌带找到他并对其甜言蜜语 很快就沦陷在了乌带的谎言之中 而更加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乌带竟然提出希望能和托伦结婚建立家庭 这件事情在伊拉克掀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乌带出了名的好色 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要和谁正式结为夫妻 这一次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让萨达姆都感觉非常意外 萨达姆询问了托伦的意见 由于托伦也出身自土耳其的名门望族 萨达姆觉得这是搞好和土耳其关系的重要手段 因此他也鼓励乌带和托伦结婚 就这样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但很明显乌带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哪怕结婚之后也依然喜欢到处沾花惹草 而且脾气还变得越来越差 这让托伦根本无法忍受 几年之后终于提出要和乌带划清界限 如果是其他人 也许乌带早就将其撕成了碎片 但由于托伦是土耳其人 他害怕在国际上影响不好 因此并没有将事情闹得太大 更何况当时侯赛因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 已经山河日下 如果继续闹出什么大新闻 也许萨达姆在伊拉克的统治将会提前结束 在萨达姆的从中斡旋之下 乌带和托伦最终和平分手 而托伦回到了土耳其 但托伦不知道的是 自己肚子里已经怀上了乌带的孩子 接下来就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整个萨达姆家族遭遇了灭顶之灾 几乎全军覆没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 梅苏特出生了 对于梅苏特的出身 托伦一直不敢告诉儿子 直到梅苏特长大成人之后 托伦才把梅苏特的身份告诉了他 而梅苏特在得知自己真实身世之后感觉到无比震惊 当时托伦通过种种手段联系上自己远在约旦的姑姑拉加德 并希望和拉加德进行DNA鉴定 而鉴定的结果证实了 梅苏特就是萨达姆家族剩下的最后一名男丁 这也让梅苏特感到热泪盈眶 他说瞬间感觉到了有一种使命在向自己赶照 在拉加德的帮助之下 梅苏特来到了伊拉克 看到千疮百孔的伊拉克 梅苏特感觉到悲愤交加 他决定凭借着萨达姆孙子的身份 在伊拉克卷土重来 建立起一个属于侯赛因家族的新国家 萨达姆的孙子携十万大军卷土重来 声称要让美国付出代价 梅苏特在回到伊拉克之后 立刻开始和各种萨达姆的旧部进行接触 这些萨达姆过去的门徒 对于美国统治伊拉克本就十分恼火 得知萨达姆竟然还有孙子 活在这个世界上之后 更是十分兴奋 有很多人直接宣誓效忠 还有很多伊拉克武装分子 更希望借着梅苏特萨达姆孙子的身份 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一时之间 整个伊拉克风起云涌 据说曾有超过十万人 云集在梅苏特的门下 也难怪梅苏特会如此有底气 对于这个萨达姆的孙子 美国方面自然也非常愤怒 他们认为费了好大劲 才掌握伊拉克这个中东的命门 现在却突然跳出来一个 什么萨达姆的孙子来闹事 这可以说就是对美国赤裸裸的打脸 如果美国一直放任梅苏特这么闹下去 将会在中东闹出非常坏的影响 因此 根据梅苏特所说 他曾遭受过美国人的暗杀 他在土耳其一次骑摩托车旅行的过程中 曾被一辆突然撞出来的大卡车撞到 索性他身手比较灵活 并没有受到致命伤 梅苏特一直声称 这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为 是想取他的性命 但美国方面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 现在的梅苏特依然在伊拉克政坛活跃着 并且一直敦促美国人偿还他们家族的物品 但梅苏特是否能成功呢 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实际上梅苏特身边虽然号称有十万大军 但绝大多数都是乌合之众 这些人大多数都貌合神离 并不是真想要尊梅苏特为公主 像梅苏特这样一个在土耳其长大的孩子 根本没有接触过伊拉克错综复杂的政治 更不可能对伊拉克的政治格局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事实上梅苏特在美国也总会以被调侃的口吻登上报纸 甚至美国政府赤裸裸地无视了梅苏特 在很多阿拉伯人的眼中 梅苏特根本称不上是伊拉克的领袖 因为这个在土耳其长大的萨达姆孙子 甚至不会说阿拉伯语 更何况现在整个侯赛因家族在伊拉克已经迎来了退潮 包括梅苏特的姑姑拉加德都变得非常低调 虽然重返政坛 但却绝口不提复仇之类的词汇 从这个角度来看 虽然梅苏特表现非常激进 但从本质上来讲 也无法改变美国占领伊拉克的事实 事实上包括拉加德在内的许多人 都曾故意劝过梅苏特 需要更加谨慎地处理政治问题 但很明显梅苏特还是一个愣头青 他总一厢情愿地认为 复仇能为这个国家带来改变 而他的复仇到底能为伊拉克带来什么 实际上还需要观察 但不可否认的是 梅苏特的回归也代表着一个信号 那就是在中东反对美国的人 政变得越来越多